線上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開講終結假案系列 平反太極門冤錯假案 在台灣發生過警察鶴槍實彈闖入 並且沒有告知你任何理由 就將你強行壓軸 在台灣也曾經發生過 檢察官用眼神就可以判案的例子 你知道嗎 在台灣你還能想像司法機構 可以不按照法律程序 就用媒體以公開的方式公佈還未審理的案件 接著讓我們一起深入了解 台灣在1996年12月19日當天發生的事情 我從他的眼神裡面看到一絲閃過一絲的陰影 檢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斷 是不是要起訴你的話 那我台灣就有意義 人家都在發生什麼事 人家都在發生什麼事 證明性質 都不美食 我想這個法院的判決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相只有一個 蔡西門是清清白白正經不怕火鍊 那一天 那個電影裡才會出現的畫面印入眼簾 看著鶴槍實彈的剪掉衝入 沒有人反應的過來 在一片大聲赤鶴中 時間突然流動的緩慢 沒有人開槍 但眼前的閃光燈 萬如連續槍火 是如此刺眼於不真實 皺著眉 眯著眼 心中竟是疑惑 但看著被扣走的人與正物 誰知襲擊全身的是恐懼 這是夢吧 這是場噩夢吧 眼淚模糊了眼前穿梭的人影 捏了手臂一把 卻發現這是比噩夢更可怕的現實 拜託醒來 拜託告訴我 這只是場噩夢 1996年12月19日 檢察官喉寬人打著宗教掃黑的大旗 兵分19路 大肆搜索太子門全台12出道館 跟著的還有各大媒體 彷彿他想要追尋的不是只有真相 還有那個美光燈下的英雄形象 事後更以極其離譜的起訴書 狀告了太子門長的人 詐欺養小鬼 當中各種荒腔走板的辦案方式 包含於接近演戲的程度 帶著箱子說要抓小鬼 最後只收出一把陶木劍便成為證據 其中更有僭越職權 疑似協破曲貢 為趙文書的警醒 很生氣的 兩位唱歌 他說 祕密吃你練什麼修什麼 一點吃悲心都沒有 你的家裡人太被關了 你還不趕快救他 整個過程嚴重破壞了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加上媒體的大肆報導過度渲染 頓時間太子門試圖在社會上人人喊打 我被陌生的男生把我的肩膀一拉 你怎麼還敢穿這種衣服 你們太子門怎麼樣 就開始這樣子對著我就喉 喉寬人滅門的計劃至此一線而易見 而且效果顯著 原本純真善良的修行團體 一夜之間風雲變色 讓純白的練功服 往常難以磨滅的陰影 受害的家庭成千上萬 承受的傷害更是難以言喻 太子門自始至終都是清白的 這是多少太子門弟子心裡的怒吼 無端遭受滅門冤案 受害最深的無非這是掌門人夫婦 但他們與弟子從未放棄過捍衛自己的清白 刑事案件在眾多努力下 終於在2007年由最高法院判決確定 太子門無罪無欠稅 並認定禁施力為贈予 並無課稅問題 之後更獲得國家的冤獄賠償 進一步的證明了 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冤錯假案 拿到這個源於賠償金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已經是遲來的正義了 他們這10年20年當中 受到很多的冤屈 甚至於很多是欺禮止戰家破人亡 簡短的幾句話說完不超過30秒 但這背後卻是經歷了10年7個月 刑事法院共傳訊約200名證人 開了58次庭 總共花了9570分鐘 而這一分一秒 都承載著無法量化的血淚與原區 好不容易迎來了刑案無罪這個遲來的正義 沒想到由刑案衍生出來的稅案 理應因為刑案的終結也一併結束 但卻因為國稅局的貪贓枉法 行政法院的救濟失靈 竟然變成全新一輪的夢魘 經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確定 都已經認定太極門不是補習班 禁私禮都是贈餘的地址的禁私禮 不是補習班學費 所以太極門根本就沒有稅單 也沒有納稅的問題 行事不稅定面也就是 氣就完全不死了 也就是說你完全沒有據證 在完全沒有據證之下 所謂合法的稅單 當然是無效的 他應該要主動的人 但即便如此 稅單不但沒有撤銷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竹分署 還強制執行 拍賣太極門 在苗栗山區的道場域經地 適可認 適可認 數不可認 已經被欺負太久了 於是我們綁起頭巾 我們踏上街頭 我們舉起訴求 我們握緊拳頭 我們放生怒吼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最後就是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啊 九千一百二十五天 四分之一個世紀 有多少人為此奉獻出 人生最精華的時光 有當時正義禮然的青年 牽扯了白髮花牌的人權鬥士 有鑽持花樣年華的少女 現在牽起了孩子的手 踏上街頭 有原本嬉笑天真的孩童 拿起了麥克風 在第一線奮鬥 更又抵擋不了時間流逝的戰友 沒來得及迎來正義 提前殞落 在這場狂風暴雨裡 太極門有另一個 宛如平行宇宙的存在 全英掌門人的風景 他回回一首說 我們還是要愛國 因為愛這片土地 我們才有奮鬥 於是我們擦乾眼淚 繼續吶喊 只是這次場景不同 我們輪起兵器 弘揚中華武學 手持雨扇 展現國粹之美 在原本抗爭的總統府前 這次卻是慶祝光輝十月 我們十次秀邀 八次站上凱道 參與雙十國慶展演 更在2017年 史大運開幕 擔任重要開場 曾經在日本獲得 武術冠軍 在奧運期間 在雪梨科劇院演出 為了宣揚愛與和平 踏遍五大洲 為了傳播良心的重要 心裡無數國家 在家鄉 我們在街頭怒吼 在聯合國 各國卻對我們豎起大拇指 頻頻點頭 心裡並不是沒有傷痛 眼淚更沒有因此不流 但因為在乎 我們強忍悲痛 因為信念 我們忍辱負重 因為希望 我們展現笑容 家鄉四面環海 我們也因為迫害處境如同孤島 索慶當我們伸出求助的手 獲得的是孤島外的池園 此案的荒腔走板 在重視人權的國際社會上 備受重視 長期關注此案的 美國前總統科林頓的顧問 Professor Kenneth Jacobson 在研究此案之後 發表了一篇文章 並表示檢察官的辦案方式 荒謬到令人懷疑 他的精神狀態是否正常 專門替宗教破壞伸張正義的 意大利新宗教研究中心創辦人 Dr. Massimo認為 這並不是一件單純的稅務案件 而是侵害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權迫害案件 並強調 人權的迫害沒有時效問題 這是一件國際社會有責任 一起解決的嚴重宗教信仰迫害事件 舊金山、矽谷、洛杉磯、夏威夷、紐約 我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舉起雙手 2021年12月 我們在世界的政治中心 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前表達訴求 在場的民眾不但表示支持 甚至一起幫忙舉牌表達不能 我們走訪世界各地 拜會博內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 聽聞者無不表達震驚不可思議 這些朋友們讓我們了解 追尋平反的這條路上 我們並不孤獨 即使被體制迫害 我們也不再四面環海 我們只希望當權者張開雙眼 別因為自己的逃避 讓自己受困孤島 2020年9月19日 一群法稅改革聯盟的志工 在新主義路口和平舉牌表達訴求 突然出現大批圓警說要進行盤查 現場氣氛緊張 圓警對著志工們大聲咆哮 在一陣混亂之下 警察將一塊字牌塞進志工黃媽媽手中 隨即將黃媽媽以現刑犯帶走 但其逮捕的理由卻完全說不清楚 在不知道自己罪名的狀態下 黃媽媽被押至六家派出所後 居然漏夜解送地檢署 一個清清白白的志工 就如此被折磨了將近八個小時 黃媽媽從地檢署出來後 暈眩送醫 身心受傷 被診斷為創傷後壓力證明權 隔日 新竹縣警察局竹北分局局長謝柏賢 交開記者會抹黑黃媽媽 把一位手無寸鐵的年長之工抹黑成報名 試圖隱瞞事實真相 整起事件和二十五年前 與黃媽媽當時正在聲援的太極門冤錯假案 居然有著如此為同的方案手段 壓人 恐嚇 最後再用媒體抹黑 這件事對已經被欺壓二十五年的我們 有如在山口上撒鹽 或上膠油 在捍衛人權的時候被迫害人權 這彷彿只有在威權國家才會出現的事 居然發生在我們最熟悉的家園 但即便如此 我們終究不會放棄 因為我們熱愛這片土地 就是因為希望它更好 所以二十五年來 不管刮風 不管夏日 不怕日曬 不畏雨雲 我們心中的烈火從未熄滅 燃起烈火的是被冤枉的怒 燃起烈火的是睡在乎的苦 燃起烈火的是追尋正義的執著 即便有再多的不公 即便有再多的痛苦 我們依然會怒吼 只要平反的一天不到 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會繼續前行 太極門冤錯假案 平反不現 烈火不熄 好幾天 良心是心靈的燈塔 用愛點亮希望 祈許 若是每個人都憑著良心做事 發揮出良心的能量 就能扭转人心 不安的事举 守护你我心中的良心 并集结大家良心的力量 改变由你我开始做起 良心时代已来到 人人都有好情常有 石头奉上扬扬起 人人都能做好人 良心时代良心时代 良心时代良心依赖 良心在你在我心 良心天地在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来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合薰 czas 然后ival心时代 大家目前必顽 深圳 Multi��� Su 是 只有在威权国家才出现的事情 我们不容许在我们最爱的民主国家台湾发生 因为这是我们最热爱的土地台湾 我们希望它更好 我们心中对于真理正义的坚持 永不停止 直到真相出现的那天 期许所有与我们一样热爱台湾这片土地的人民 我们一起守护良心 我们的改变刻不容缓 集结大家一起的力量 良心觉醒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